六一Financial,1月23日讯,先买后付支付公司Cezo,周一发布公告,向市场提供了截至2022年12月31日的运营更新 报告显示,Cezo在12月份的总收入同比增长15.7%,环比增长1.7%至1360万美元,约合1990万澳元 基础商户销售额的比例达到9.7%的新高 这受益于其2022年推出的举措,推动了总收入的增长,并使该公司的收入来源多样化 这是Cezo连续第二个月实现了盈利能力,其净收入和调整后的税,及折旧摊销前利润录得证数 整个2022年第四季度,公司净利润录得50万美元,而2021年第四季度的净亏损为2590万美元 12月底,Cezo资本和流动性良好,手头现金录得6970万美元,并将一亿美元信贷安排,提取了6500万美元 截至2023年1月22日,公司旗下会员业务Cezo Premium拥有超过12.2万名活跃用户 在假期期间,活跃订阅数量保持相对稳定 管理层指出,短期内没有任何资本需求 公司预计,将于2023年2月27日公布第四季度业绩,并召开投资者电话会议 受12月业绩推动,公司股价今日盘中涨超20% 接至发稿,股价报0.64澳元,涨幅为18.52%